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AMWatt News 今天跟大家讲三宗新闻 都是与医疗有关 这三宗新闻其实是独立新闻 不过都是与医疗有关的话 自然就可以将它环环双购一起看 不如这样吧 我讲完之后 你们自己想一想 你们有什么感受 第一宗讲的是中文大学 今天就开新春的茶序 校长段崇子很开心 给一些记者拍照 他自己真是张辉春 相当之洋洋得意 另一方面来说 其实他也有提到中大一些发展大计 他就提到中大正是和深圳市政府初商 建议成立一个医学院和直属的医院 他自己都已经可以说是说定了 就说不会用香港中大和教资会的资源 不过这样 我想问一问博校段崇智校长 其实如果你什么都不出的话 资金又不出资源又不出 究竟中大会出什么呢 当然了 其实讲的是中文大学 这四个字的金七招牌 因为其实如果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话 你本身有一个很高的社会 或者一个世界性的认同 其实在上市公司来说 这个就叫good view 所以我想段校长 下次千万不要跟外界说 中大没有出什么资源 因为确实香港的纳税人或者香港公帑 成立了中文大学 这个就已经是一个资源 另外一方面来说 其实中大的副校长霍太辉指出 大湾区人口很庞大 可以成为这个扩阔教育和科研的基地 他提到现在香港有一些医科生 他们就分流到不同的公立医院实习 但是因为病人的数目就不及内地多 出现一个糖水滚糖鱼的状况 什么叫糖水滚糖鱼呢 他的意思就是说 香港的病人其实病的种类不够内地多 所以医科生在接触到不同的疾病的机会就少了 所以这个实习可能质量不在内地那么好 另外一方面 其实他也有说到就是 病人都讨厌学生 因为环境太凄逼 我听完霍副校长这么说 我自己就觉得这个就真是所谓 一个视觉的高度的分别 霍副校长的视觉 确实是比我高很多很多 我作为一个平凡的香港人 我自己就听极都不明白 这些难道就是 将香港的医科生 派上去内地的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吗 为什么不是改善香港的医疗服务 制度质素水平 去令到这些医科生能够在香港得到一个好的实习环境 反过来 是要将他们送上去大湾区呢 当然 我也都明白 我们不应该这么自私 因为现在讲着 我们大家都是大湾人 但很简单 其实如果有坐过飞机的人都会听过 空姐在解释他们安全的一些设施的时候 都会提到就是说 如果一旦遇到突发事件 你首先就是要穿好你的救生衣 救自己先 然后才去救你身边的人 现在香港的医疗的环境 我都不知道是否应该 只是用水深火烟去形容 我们究竟是否应该想自己 是否真的能够做到那么多事先 是否真的能够救我们身边的人呢 另外一宗新闻 就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的陈兆史 今天去了深圳 又是出席大湾区的活动 就是出席了粤港澳大湾区 卫生健康合作大会 签署了粤港澳大湾区 卫生健康合作共识 这个共识是什么呢 就是加强优质医疗服务的发展 公共卫生应急机制 中医药发展和创新人才培训 这些方面的合作 很宏观的东西 亦都相当之一个范畴广阔 而且深度很足够 不过反过来说 我想问陈局长 究竟他知不知香港 现在他自己管核的医疗范畴上 那个千仓百孔德有多重要呢 为何我这样说呢 其实因为今天就发生了 近这两个星期以来第二宗病人 在医院里面 就是襲击医护人员的一个案件 今天发生的地点 亦都是 其实大家香港人 尤其是九龙区主人都会 经常去的 就是港华医院 就是一个六十九岁的老庸 就是在下午的时候 襲击医生和护士 三件的新闻 其实没有一个必然的互联关系 但是其实大家听完之后 你们又会怎样将它 去用一些所谓逻辑的方法 去一起去联想这三件新闻呢 其实我觉得 最紧要就是大家 想这些新闻的时候 就要用一个独立的思维方法 千万不可以人云逆运 我讲啥你听啥 好 今天跟大家就谈到这里